大家好,我是依依 今天拿香蕉和鸡蛋做个好吃的 首先把香蕉剥皮 切成小段,装入碗中备用 打入3个鸡蛋 把鸡蛋搅散 倒入香蕉里 加一包240升纯牛奶 倒入剖皮机 打成香蕉奶昔 倒入盆中 再加入250克面粉 5克酵母 加入200克玉米面 搅拌均匀 加一勺糖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 像这种粘稠的面糊状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放在温暖处花椒1小时 葡萄干里加入一勺面粉 加点水清洗干净 这样能把葡萄干缝里的粘东西洗干净 把葡萄干和蔓越莓干切碎备用 面糊像这种状态就发好了 里面充满气泡 面糊醒好加入果碎干 搅拌均匀 顺便排排起 垫扁蛋上刷上油 不用预热 倒入搅拌好的面糊 用筷子把表面抹平整 撒些芝麻好看又好吃 然后上下火开启鲜扁模式 盖上盖蒙5分钟左右 哇好香啊 浓浓的香蕉牛奶味 煎至表面焦反就可以出锅了 咱们的香蕉鸡蛋饼就做好了 味道香甜可口 非常的美味 里面添加了玉米面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看一下非常的松软 酸甜开胃又营养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场 在家也试试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发 添加关注和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